演示一下卡特斯2的锁液钢工具 首先我们在棒体上松开这个线位螺丝 一定要把这个线位螺丝松开 这个垫片可以自由活动 就代表松开了 松开之后这个轴才是可以动的状态 插进去 利用这个位置 顶住轴上的键槽 卡住键槽以后 就可以搬动图轮轴 把它搬到正中间的位置 把这个红色的小杆子推进去 来开这个位置 把这个小杆子推到这个孔洞里 此时就是一缸 然后再拧紧这个线位的螺丝 注意这个线位螺丝上的垫片 把大的这一边拧下去 就代表锁纸 此时 轴不能动 并且它是保持在一缸的状态 好 好 谢谢观看